Hello,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3D动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样的PPT动画呢? 是不是感觉跟以往的PPT动画不太一样? 没错,这个PPT不是一个简单动画 里面运用到了一些3D的元素 同时再加上平滑切换和超链接 就做成了你们现在所看到的3D动画效果 那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别着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首先我们先来整体分析一下 这个动画效果的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整个图片的大小缩放 然后是这个3D元素的变化 那最后关键的就是整个页面的来回切换 所以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关键的部阻 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实操一遍 第一步,裁剪图片 首先呢,我们要找好图片素材 这里呢,我背了4张图片 其中一张作为背景的手图 其余3张分别作为其他幻灯片图片 我们可以第一次将这个图片粘贴到整个幻灯片中 然后分别做图片裁剪 这里呢,我们就选择其中的一张作为一个案例来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将图片粘贴进换的命中 将这个图片大小做一个调整 然后选择图片格式中的裁剪 注意,这里的裁剪呢 我们可以选择为裁剪形状 选择一个圆角矩形 然后点击裁剪 看到这个黑色的角标 我们就可以拖动这个黑色的角标 调整它的整个大小 那这个黄色的小圆点其实是调整它的整个弧度的 我们可以也是做一个调整 裁剪完图片之后呢 我们再复制一张幻灯片 然后将这个裁剪的图片复原到之前的大小 最好是比之前图片再大一点点 选择裁剪 我们等比放大这个图片 将它正好盖住我们的幻灯片 然后我们在切换中 我们选择平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样一个图片缩放的过渡效果就出来了 那第二步呢 我们就要插入3D图片了 很多同学不知道3D图片在哪里找 其实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在PP中自带的3D图库 我们点击插入 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3D模型 我们可以选择3D模型库 这样就出来了一个图库了 因为这里是英文搜索的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输入英文的关键词来进行搜索 比如我们想搜一只小船 我们可以搜boat 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的小船 我们选中其张一张3D的小船 插入到我们的PP中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3D的小船 我们可以拖动中心的这个轴 进行一个旋转 当时我们还可以等比放大缩小 然后我们复制这个小船 看出C 复制这个船 我们在这里 粘贴上我们的小船 调整它的状态和大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图片缩放的效果和一个3D的效果就合在一起出现了 那为了让这个画面更加的灵动呢 我们其实还可以给这个3D的元素增加一点点动画 比如我们选择一个摇摆 就好像这个小船在摆动一样 将这个动画做一个调整 我们选择强度为细微 直到幻动片末尾结束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小船就晃动起来了 像是在弧面上晃动的一样 感觉就更加真实了 那第三步呢 就是在所有图片都调整完毕之后 我们就要实现刚才的那种来回跳转的动画了 其实来回跳转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操作的就是 让我们的这个图片添加一个超连接就可以了 我们选中图片 点击插入 上面有个链接 我们选中链接 选中文本中的位置 假如说目前来看 我们这是处于第九张图片 我们需要让它跳到我们的第十张图片 这里有个数字十 所以我们就选中十就好了 当然这里还有个运纳 可以确定是不是你想要跳的位置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带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当然了我们怎么回去呢 比如我们想要点它再挑回去 发现就不行了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需要再给它加一个返回的链接 其实呢我们依然选中第十张的幻动片的图片 我们点击链接 然后选择第九个幻动片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张幻动片 我们点击确定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点击回去 那我们需要将这两个幻动片 我们都需要给它加上一个平滑 今天我们可以选择1.5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点击 返回 为了让这个效果更加连动 我们可以将这个图片稍微拉大一点点 再来看一下 好 回来 这种感觉就是就有了 那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加上我们的一些文字 同意呢我们继续按照这三个补助实现其他图片 就可以完成整个的3D动画的效果了 那另外两个的实现方式呢就交给大家了 我会将原文件放在我们的公众号造成PPT 大家回复3D动画就可以下载它的原文件 然后去操作和实践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分享的内容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当然不要忘记你们的点赞和转发哦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